战时动员到底是什么? 朝鲜为何会在一天内就能动员80万人? 而我国一旦下达战争动员令,又能动员多少人呢? 战争动员就是国家根据战争局势向全国下达转入战事准备的命令 在中国,它首先需要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宪法提议 最终在国家主席手中拍板发布 从动员规模上看,战争动员分为全国动员和局部动员 而全国动员,比如2022年2月25日 乌克兰总统泽列斯基签署的全国动员总统令 要求除了乌克兰全境内的士兵、火炮、坦克等军事力量 均需严正以待外 还在包括首都基辅在内的所有乌克兰城市 进行新兵和预备以招募 并统一交由国家安全部门或部队军事机构进行训练和调配 此外,乌克兰所有18到60岁的男性公民 在接下来的90天内也被要求禁止出境 而局部动员依照总动员就很好理解了 它的动员区域、动员人力、动员程度都是全国动员的缩小版 最明显的差别就是经济体制的不同 全国动员需要将整个国家的经济体制都为战争服务 局部动员则不需要 从宣布方式来看 一般分为密宣和公宣两种 但如果要打舆论战的话 则都是以公宣为主 包括普京总统近期签署的局部动员令也是如此 而从动员深度上看 以全国动员令举例 动员令一旦发布 全国的人力物理财力将全部服务于战争 空、海、路的所有交通线 全部进入战事管制 首要服务于京市所需 而全国所有的后勤保障 全部奉行军队优先原则 此外在全国范围内扩充军队和武器数量 并直接进入高度警戒状态 从动员特征来看 首先国家需要取回所有的海外存款 并撤离中资企业和侨民 以及进行资产转移 其次限制外国人入境及国内旅行 并对国内可能存在的间谍和反战分子进行抓捕 甚至连国内的电视和网络节目 人生和娱乐新闻也将基本消失 就连微博论坛等互联网访问权限也被取消 今晚网站更是想都不要想 另外全国范围内的燃油食品等物资 都需进行统一调配 还要进行宵禁政策 总之动员令就是一个国家 整个代弹的开始 整体程度和规模比全国疫情管控还要严格 朝鲜的一次临时动员演习就动员了80万兵里 这么强的动员能力主要原因是什么 然而作为人口大国 我国在战时又能动员多少人员呢 2623年3月13日到24日 美韩联军打着维护半岛和平的借口 开展了其所谓的和平护盾联合军演 和平不和平暂且不谈 演习中的对筹作战 发动舆论攻势 以及消除朝鲜民众抵触情绪等项目 可是一点护盾的意味都没有 而为了表示抗议 朝鲜不但在开演前夕和支出 都往日本海发射了洲际导弹 还在17日当天发布了全国动员令 让人惊讶的是朝鲜仅用了一天 报名参军和服务员的民众就达到了80万人 而之所以朝鲜能有如此强大的动员力 主要原因取决于朝鲜的先军政治 他们除了有120万的现役军人以外 还拥有着近100万人的预备仪部队 更可怕的是 朝鲜还有近600万人的红色青年禁卫军和工农制卫军 也就是说 战时如果朝鲜愿意 可以轻松动员近800万的作战力量 而中国作为人口大国 单从数量来看 我国相比于朝鲜肯定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国目前现役军人200万 如果按照正规军和义务兵1比3的比例来算 中国每年退伍军人大约会在75万左右 而这每年退伍的75万人进入预备役 按照35岁退出 平均10年来算 那就是750万人 再加上110万的武警官兵 以及大概800万人的民兵部队 我国战时可动员的兵力可能会逼近2000万 而最为可怕的是 如果一旦全民皆兵 中国可动员的人力最少会突破1亿人 究其原因 首先就是因为我国有着全世界最多的人口 这无依旧大大增加了可动员的基数 而按照比例来算的话 我国有近2到3亿人将会走向战场 其次我国有着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在中国你可以看到网上骂声一片 也可以看到现实中的尔虞我诈 但论到国家沦陷而去抗击侵略 中华人员所迸发出来的决心和信念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比拟 对外的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如此 对内的抗击疫情和汶川地震也是如此 千万不要去考验中国人民的反抗意志 那将会是摧枯拉朽般的存在 另外就是快速的应激能力 虽然我们近些年没有打过仗 但中国居民在一次次面对国内灾难 是表现出来的反应能力 则充分说明了我们是一个战时能动性 极强的国家之一 如果再配以运20等快速投放力量的加持 能够冲到前线作战的兵力将是源源不断的 随着现代化武器的威力和先进程度越来越强 战争大量动员还有没有意义呢 在现代战争中 很多人可能都会觉得 在绝对高科技武器面前 根本不需要动员力号召那么多人去参加战争 只要武器足够先进就可以了 其实不能说不对 只能说不全对 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个体律 那就是现代战争基本不会奔着灭国而去 最多就是打掉对方的军事力量 进而扶持一个听话的政府 那么如果只打击军事目标的话 人多肯定比人小要好 就像目前俄乌冲突的这种拉锯战 才是以后战争的一种常态 双方就这样相互消耗着彼此的武器 经济和人力 直到俄罗斯扛不住 或者乌克兰背后的美西方国家先趴窝 此外我们前边也讲到了 现今的动员令只要一发布 就不会是只要人那么简单 国家所有的经济力量 科技力量 后勤补给力量 以及政治力量 等所有战士 可能需要的各个环节 都要优先向军事力量服务 造汽车的优先造坦克 服装厂优先造防弹役 粮食优先供给军队 为况产出的煤 优先送到部队 当然如果有需要的话 工资都得停发优先用于军费 而这股力量有多可怕呢 二战时的苏德战争 乔胡斯·希特勒 仰仗着自己先进的装甲兵团 打得苏联节节败退 进而导致苏联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内 就损失了近700万军队 24000辆坦克 以及16000架飞机 大家要知道 那个时候的希特勒说 直接点就是奔着灭亡苏联去的 他的作战方针 就是不投降的一律通通杀掉 苏联土地可比苏联人金贵多了 什么所谓的人道主义精神 更是想都不要想 可结果呢 苏联最后发动了全国动员令 参战人员直接从500万人 打到了1000多万 也就是说 德军打得有多凶猛 苏联的兵力补充就有多疯狂 此外苏联国内的所有工厂 无论之前生产的是什么 现在统统向战争必备平靠楼 如果没有警驾 就不上班的直接枪毙 吃到的也要进行劳动改造 反观小胡子这边 他压根不屑于所谓的什么动员令 其不但放了几百万的苏军俘虏 还把手中的几千万的犹太和德国妇女 就放到那不管不顾 完全靠胡氏坦克在硬垢苏联 后果可想而至 苏联不但把德军赶出了国土 还一举攻占了柏林 因此现在的战事动员令 是完全可以扭转整个战场局面的 我们也千万不要小看国家机器 一旦只为战争的时候 它所能迸发出来的能量 到底有多恐怖 是我们想象不到的 而我国在军改后 更加重视国防力量的原因 也就在此